第5明 oriented日子 社区電台 FM2200 宜夫設計廣播電台 大家好 我是漁夫 稍等一下 我先坐下一個 磨鏡磨鏡 最世界最壞的人是誰 工作人員在亂拍話 這我要收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國王的心意 我們知道有一個古早古早有一個國王 就叫兩個裁縫師說來做三口 裁縫師這樣 他這樣做做妞妞的 結果是沒穿衣服 沒穿褲 結果國王還是以為說 他這個衣服很漂亮 看不見這個衣服的人 這個是屬愚笨的人 那麼國王在走的時候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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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一下 有一個年輕的這個小孩 他講說 國王你沒有穿衣服啊 原來國王是沒穿衣服 這個過去我常常自己比喻成 畫漫畫的就像那個小孩子一樣 但是呢 我覺得更厲害的是那哪個裁縫 為什麼呢 可以做一個沒什麼三口 跟國王騙到這樣 頭上亂說 真的還是聽了國王的話 聽了這兩個裁縫的話 然後這個國王就真的還是走出去了 所以呢一個人呢 有時候呢 對自己的造型也非常重要 但是呢 那兩個裁縫師呢 他居然可以這樣來欺瞞國王 那麼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裁縫師 自己的打扮就很奇怪啦 比如說我們有看到有一個 魔黨的主席 我這個講的這個人 老手手 我有個朋友他是講 這個一個黨主席怎麼好意思 留扶鬚呢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 這個留扶鬚的只有中東那些國家 要不然就是那個社會老大 就跟人家講 這不是我講的 所以造型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們看有一些政治人物呢 他本來像一個醜小鴨一樣 但是呢 經過這個造型師整個的設計以後啊 哇 完全不一樣 煥然一新 很多選民呢 馬上就把他們的一票投給他了 尤其是在這個時代裡面呢 很多政治人物呢 他在把他自己秀出來之前呢 他一定要好好造型 因為呢 政治畢竟是一種演藝事業 所以我常常也在想說 這些政治人物他們要贏得選票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請了專業的造型師 來給他們做一個不同的造型 我們知道呢 在這個西方國家 尤其像美國啦 像雷根啊 像克林頓啊 聽說啊 這個雷根的每一個動作啊 都是經過事前已經經過設計的 而且喔 像我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 雷根每次要這個坐飛機的時候呢 他這個突然會彎過頭來 然後手一伸 就跟這個所有的 他的歡送的這個民眾呢 給他道北 但是這樣子的感覺 人家覺得 哎呀這個動作實在好酷啊 所以呢 票也投給他了 不過事實上呢 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國內有很多名人 他們呢也有造型 比如像第一夫人啊 曾文慧啊 那比如像連方雨啊 比如像這個張亞琴啊 一個主播啊 還有李慶安啊 還有這個李慶華啦 都有經過人家專業造型的 是不是 我呢今天請到了這個 我們知道一個非常 國內非常有名的造型設計師 那麼這一位就是呢 魏思玉小姐 還有 我們一個叫朱秀娟 朱秀娟 朱秀娟這個作家呢 她呢 過去在這個 中國小姐的美衣比賽裡面 她當過很多次的裁判 所以她非常了解說 嗯 這個人說 想要怎麼才會好看 路邊怎麼走才會好看 另外呢 我們還請到了這個 經過魏思玉造型了以後呢 完全脫胎換骨的 立法委員審智會 過去看得到了嗎 以前在做記者的時候 黃毛丫頭 結果呢 哇 形勢造上去的不一樣 現在當立法委員 還要在競選台中市長 所以造型對政治人物 尤其是一些公眾人物來講 是非常重要 到底是怎樣 我們效勸之後 我們馬上來了解一下 連累一副社區電台 今天很幸福 會有這麼多的美女來陪伴著我 還有這個 專門這個造型的我們的魏小姐 如果你來幫我造型的話 大概我會更帥 我太太會更擔心 是的 不過我先請教 我先請教他們 這是審委員 就是我知道像一個政治人物啊 常常外表給人家 感覺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幾年好像立法院形象也不太好 好像連女立委都這樣 縮到這樣 跑到這樣 所以這個造型是非常重要的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下 找到這個魏小姐來幫你造型呢 我是在八年多前 我從記者這個身分角色 要轉換成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專業時代 要注重專業 所以我想一個立委的造型 跟一個記者的造型 勇雅是不一樣的 雖然都是為你喉舌 一個是拿筆的 一個是洞口的 所以我就 輪轉經過朋友的認識 介紹了 就認識了我 對 雖然是為老師 不過他也是滿挑剔的耶 真的啊 不是隨便給人家造型的 他考了我一個多月 考你 考我一個多月 我就沒事 看他有... 他預約他有沒有空 去看他 然後找不同的朋友帶我去 他兩個朋友帶我去 都很有分量的朋友帶我去 去到一次談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然後他最後認可說 我不是為了賺錢 我不是為了要來打知名度 我不是為了要來做某些 這些什麼特權的事情 要是有理想要做事 後來他終於同意了 好 他才花功夫 幫我重新 要不然就扎了他的這個招牌了 對不對 他就把我定位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的競爭對手 人是比較有行政歷練 就是他做了一陣子的 大概做了好幾任的市議員 也是女性 所以他就想 我那時候是32歲 看你很娃娃臉 不像我現在超勞變老 那時候很娃娃臉 不會啦 現在這個... 日長娃娃 對啦 什麼娃娃 娃娃臉 不是啦 什麼娃娃臉 他說我老娃娃臉 我聽到了 娃娃臉 你講他壞話 那個時候他就想幫我說 幫我變成一個成熟穩重 讓人家能夠信任的這個民意代表 然後又不拖這個 能夠吸引年輕人的選票 是 所以我們那個... 魏小姐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剛剛開始的這個 剛剛開始的 這個是記者形象的 是 這時候當一個記者的話 跑交通 跑交通 常常要在外面跑 是 那這個是已經經過你的整個造型了 對 不過在造型之前 我要先請教我們這個朱小姐 就是說您曾經 當然如果中國小姐這樣一個評審 我覺得一個女人 給人家的一個外在的這種 第一個印象非常重要嘛 對 我很喜歡漂亮女人 也包括漂亮男人在內 我覺得人的這個外觀 如果說長得給你一眼看起來 就先有幾分勝算 比方向她 就是說你要去競選的話 就給人家感覺很好 不是那個所謂的髒頭鼠目啊 什麼什麼的 你就會對她懷疑 我們中國人都喜歡看相嘛 所以這個人如果說 眼邪心不正啊 什麼等等的 所以造型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記得這個魏小姐 你有一個詞是說 這個叫做什麼 第一印象 我忘記那個詞叫做什麼 改造形象改寫人生 真的 那你這個 美好的形象是吳妍的推薦 吳妍 吳妍 等於是一張很好的名片 因為他一看到你 他對你首先印象好 他對你的懷疑就比較少 是 所以這個用這個先用外表 不過人家不是以貌取人嗎 對 事實上我想那個是不可避免的 因為人家常常講說 相由心生嘛 你長久以來別人他會從外在去判斷 你內在到底怎麼樣 所以內外在是一個 互動的狀況 是 事實上這個林肯也說過 他說一個人大概到了 活到了這個四十歲的時候 就要為他自己的長相負責 四十歲 四十歲以前他還是父母的 四十歲以後大概 包括他的修為什麼 就是全部展現他自己的外在 不過我感到非常有興趣 就是說您現在這樣子的 您剛剛他這個審問委員在談 就是說你跟他有些經過這個交談 是不是每一個人要跟你造型的時候 之前你都要先看看他 他是不是真的為公共利益 或為什麼呢 我想公眾人物我會比較在意這個 尤其是因為他 就是說從他開始進入政治圈以後 他的權力自然就會越來越大 那不可否認的就是說 我在這麼多年在我的工作上 非常多的政治人物公眾人物委託我 那我通常呢 因為我知道我的 就是說我的能力 應該如果說我有心要讓他看起來非常的善良 而且看起來非常有政治生命的話 我相信做得到 那因此我覺得說 我不能夠這個衛輔作倉 因此我非常在意我所包裝的對象 尤其是他自己本身 如果說有一個比較大的使命的時候 我一定會先談 而且會經過一段時間呢 對他的了解 然後再決定做包裝 對 那這個審問委員 你這個經過了他的 經過魏小姐這樣的一個造型以後呢 別人一般對你的 像一般對你的選民的印象 像我看得到的就是說 這個真的是差好多耶 對 我不好意思講 差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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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故事 這個 我以前在當記者的時候 是這麼長的頭髮 後來我第一件造型的 是把它梳成包包頭 然後我就到台北去找我的 以前中國時報的同事 去那個 去一個地方砲場 我人到了 人家都不認識 我來了兩排同學 還有朋友 我一直在講話一講話 人家說奇怪 沈真會怎麼搞的 都遲到了 遲到了怎麼還不來 可是不過聽到他的聲音 哪一個哪一個 我在他面前 我同學 我暴色的同事 不認得我了 真的 完全就這個 因為我長頭髮 然後把它梳成 梳成一個那個包包頭 然後這整個向後梳起來 這張小照片看不成 大照片才看得出來 完全不認得 我連我自己 梳好化完妝 我都有點不認得 這個是我 你說這個剪頭髮 我在想要這個 朱小姐 你這個頭好像是一個招牌的 是吧 那也是她幫我覺得我這個臉型 適合這麼圓圓的臉 這樣的頭髮比較好 比較可能 把我的臉型更活潑一點 然後呢 不過最近呢 我剛剛在節目當真以前 不是跟你講 我要搞好幾個地方嘛 不過你要甩一下 人家才會梳起來 當然 後面甩一下 我就更火了 我一看沙軒這樣子 我說 這次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後來人家說 你沒登記啊 現在更多人學我了 我就覺得這個設計不應該 你說錯了 不是學你是學 人家跟你這樣子造型 應該是學她 學她 不是學我 都買 每個人都 後來我覺得 我有一次到 有一次我去買口紅的 也是這樣的 做一個造型 一個女孩子 我說這不行 這又是我 我就跟他們小姐講 我說對不對 我要告你們 你們覺得怎麼樣 是 他們說真的跟你一樣 那你過去呢 過去是... 她過去是什麼樣的一個型 我過去是短頭髮 她那個是比較說 就是一般燙的 比較像她現在的這樣子 不過這個...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這個 張雅琴的這個頭髮是法拉頭 張雅琴是更是神奇了 所以說... 她的造型我覺得 相當成功的是張雅琴 其次就是我啦 我沒有辦法我放第一 你歷史天生啦 不是 我沒有辦法我放第一 已經相當謙虛了 OK 不過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張雅琴這個... 一般來講這個主播 如果是頭髮太長的話 就是坐在那個電視... 這個主播台上 會給人家有一種... 專業的... 專業的味道不夠 對... 這個頭髮太長會有一種 頭髮太長的聯想 事實上這個美國 也有很多電視主播也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她頭髮太長 所以像有一些人的 她的那個... 帳戶說 她白天的時候看她 是一個... 是一個很專業的 她把那個頭髮弄上去 晚上好像... 魔鬼一般的這樣頭髮 她都簡直不能忍受她的太太 是完全兩種樣子 不過您當初在跟這個... 張雅琴造型的時候 講到這個頭髮 就從頭開始喔 張雅琴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她的型不是妳 她一直在用的是髮拉頭 因為... 她是從大學開始 從她留頭髮開始 她自己就非常喜歡這個髮拉頭 到一直就是說 台視找我去協助張雅琴 這個做包裝的時候 那當時... 張雅琴她第一次跟我碰面呢 她私下問我說 不曉得是公司要栽培我呢 還是我是... 這個裡面最有問題的一個人 那... 那張雅琴呢就是... 事實上您剛剛在講就是說 其實長頭髮、短頭髮 都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她的線條 還有就是說 她這個整個節目的風格 她所想要展現的是什麼 那張雅琴我記得就是說 她跟我有一個蠻大的爭執 就是說 剛開始我們碰面的時候 因為她自己本人是 比較美國派作風 那她非常講究一個自我的風格 那因此那個時候 我接她的工作的時候呢 我覺得她臉上的線條太多 那譬如說是臉型 她比較是具有一些剛的 陽剛性的一些個性的特質 再加上就是說 因為化妝比較容易用一些 比較強烈的顏色 加上髮拉頭本身 髮拉頭本身 雖然說很多女性非常喜歡 但是呢 髮拉頭她是一個線條非常多的髮型 就是說你在她 如果她吹髮拉頭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說 她整個人 整個臉型 還有她的妝 包括她這個頭部都是線條 那這種線條就是 橫的、束的整個加起來的時候 再加上一個比較強烈的 這個外在的一個表達的時候 它會造成一些就是說 別人對她的一個敵意 我想需要去修改的部分 其實就是想要去營造那樣的氣氛 其實有很多地方要去注意 譬如說那個時候 就是說首先我把她的頭髮 稍微剪短一點 因為她的頭髮本身是一個 比較黃的髮質 很多人就覺得說會有那種 再吹上髮拉頭就是那種 會感覺比較有 有點那種風塵味 再加上如果說這個顏色選擇的 不夠資性的話 化妝的那個感覺 不夠資性的話 她原先本身是一個 非常具有新聞專業能力的 很優秀的一個 在國外她等於是回來 受過很強訓練的 專業素質的新聞工作者 那種味道整個就會去掉了 再加上就是說 因為她的臉型是屬於 顴骨特別高的臉型 那上面這個部分是比較窄 這個地方高 然後這個地方再下來 那這樣的時候呢 在螢光幕上 因為我們平常在螢光幕上 尤其是新聞的主播 它都是 就是一個方方的 沒有什麼變化 就是一個上半身 那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它會顯現在螢光幕上 是一個比較不協調的感覺 事實上造型本身 它要涵蓋的東西非常多 可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讓它看起來舒服 不過我看到你真的是造型的非常多 像是這個李慶安是吧 對 還有李慶華也是嘛 對 盧秀芳也是啊 哇 這麼多 高位也是 哇 還有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張亞晴 舉這個例來講的話 這個不是我造型 但是你會這樣會看到 同樣是長頭髮 同樣是這樣子中長度的頭髮 同樣是畫眉毛 但是這樣的臉型它會順 當然這樣的臉型會不順 是 那它的感覺會不同 它的感覺會截然不同 雖然說兩種都是盛裝 但是真正的很用心去包裝裡面 它還有很大的差異性 是 我想您這個造型過非常多的人 像這個李總統的太太 那是海政務會女士呢 那這個以前 以前這個 我看李總統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這個政務會女士 看你到底這樣鬆鬆 那現在奇怪 現在樣子都變了 好啦 好啦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我們來喝個個酒 訂製再回來 好啦 要不然我要奉承枝好了 我們喝個奉承枝 那這個 這個神智慧的這樣子的 每一個神委員長 每一個的過程裡面 都有一些故事是吧 對 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 以它第一個階段 為什麼把它頭髮玩起來 因為它那個時候 等於算是 要進入政治的這個場合的時候 就是說等於算他的政治生命 是剛剛開始 所以他必須要讓選民相信他 其實他是非常有能力 而且他能夠去跟他的競爭對手 他的競爭對手 是非常強的政治人物 那他自己等於完全沒有 政治籌碼的狀況之下 當時我記得很多人來跟我講說 魏老師你做審慈會 他選得上的話我都可以選總統的 那當然在這樣子的 我想沈立委他有聽到這樣子的話 那因此在第一屆的時候 我希望他看起來非常的成熟 所以他當時雖然只有32歲 雖然非常的青春 但是我讓他整個的樣子 看起來就是 跟一些政治沙場的這個老將 毫不遜色的這個樣子 所以讓人家感覺有一個老戀的感覺 對他老戀的感覺 而且就是說他要看起來 當然老戀當中我希望是他非常具有智慧 所以在這張照片裡面 他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連他同學都不認識他 但是事實上在形象包裝裡面 有兩個兩極化的做法 你如果不認識他 反而票都投給你 我不認識你了 對 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就是說 他必須要看起來非常像他 比他原來包裝的樣子更像 因為人都會有盲點 他在包裝自己的時候 跟我們很客觀去看他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 對 因此就是說 我有一種包裝就是 要讓他看起來很像本質的他 而不是做作的他 那讓選迷看到他 非常非常相信他 覺得說他從內到外 都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他 另外一種包裝就是說 因為他需要的挑戰太大了 所以完全把它換一個樣子 那換這個樣子就是 你所看到的第一張的樣子 那至於第二張 第二張就是那個時候 他已經具有他自己的一些政治籌碼 是這一張是吧 這一張 這一張 對 那這一張的時候 我相信您看就知道說 已經試圖讓他比較年輕 比較年輕 然後抓 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他可以開始 要年輕的票 對 可以開 不是老娃娃臉 不要生氣 你得罪了 我不會得罪 不然好朋友 對 那第三張的時候他更年輕了 是 因為我覺得長青樹嘛 對 就是我們投入社會工作 這是我第三屆 是 所以你看 他自己造型了以後 都要多增加幾萬票 那現在選台中市長了 這個形象還是有經過你 現在目前的形象 你還有跟他討論過嗎 還有 還要溝通吧 我現在等提名之後 我要整個全部再重新造型 提名之後要整個重新 因為市長的形象 跟立委的形象是不同的 是 一定要給人家感覺是有行政經驗的 對 不是一般的這種 除了這個髮型之外 化妝之外 還包括穿著跟打扮跟 這些言談舉止的動作等等 我想再重新 想要再 整個要重新訓練 再根據我現在參選的競爭對手 他的條件 我要重新再提供給魏老師 做研判之後 那決定怎麼做 是 那你剛剛講到這個舉止了什麼 我們知道這個朱小姐 您是這個美一段 一個這個人物的 她的一個舉手投足之間 跟她的造型應該有很密切的關係 不是這樣子嗎 我是覺得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我覺得造型 因為你們都是很會講話的 所以我不敢插嘴 其實我那個選美的時候 有的時候那些小姐來了四百個 我想完蛋了 我要交白卷了 因為什麼一個都不好 結果經過了造型 經過了訓練之後 就是剛剛省委員講的 要重新來訓練 經過訓練之後 他走出來我真的不認識 我說 那時候我們認為不好的那些人嗎 整個都改頭換面 所以等於就是說 如果有經過好一點的訓練 專業真的是不一樣 那會產生自信 他們自信 他們舉手投足 他們走路 尤其走那個伸展台 走那個樓梯 都非常熟練 其實我是過來 會從內心裡面 發出一份自信心 對 然後自信會透出臉上 讓你也去感染到 旁邊看到你的人 因為今天一個 不管是從政也好 你從事各行歌也好 你表現出來 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你的自信心 你的自信心顯現出來 在你的臉上 會讓人家對你也產生信心 對 不過這個魏小姐 我看到您這個 反正您造型這幾個 裡面有好多是我的好朋友 像這個 這個高慧瑜這簡直不可想像 這我們知道他以前 因為他那個時候做聯合報是嗎 他就做報色的 跟你們記者一樣的 不修蝙蝠有一點 十幾年前 我碰到這個高慧瑜的時候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這個女孩子 她是女中豪傑 這完全像 因為他有幹練這樣 他每次跟他喝酒 來 喝喔 喝喔 你又垮掉了 那你那時候贏不過他 對啊 可是他這個樣子 跟他現在的樣子完全不一樣 你那時候在跟他造型的時候 有沒有特地考慮到他要怎麼樣來參選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說 人在他 人生的這個生涯計畫裡面 他面對他每一個不同階段的角色 他都必須要調整 不管是他的內在 他的行為 以至於他的外在 那我在協助這個公眾人物或者政治人物做形象包裝的時候 其實都是從他內在出發 譬如說他的規劃是什麼 他的專業是什麼 然後能夠協助到他的行為 甚至表情 以至於你能夠去幫他包裝一個真正符合他內在非常優秀的一個外在條件 那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在做這個外在的包裝的時候 為什麼 剛剛沈立委講 就是說我會跟他溝通蠻多的 那溝通蠻多其實是在抓這個人的 他的質感是什麼 他跟別人真正不同的地方 他的特點到底在哪裡 然後呢我們用非常無形的包裝 因為事實上你剛剛在看到很多的包裝 他是沒有什麼角柔作作的狀況 你會覺得他是很順 比他本人 或者說他原來給自己的包裝更自然 那人呢 就是最怕的一點就是 在見面的時候的那個初期效果 那幾秒鐘當中別人對你有戒心 那我們要怎麼樣讓別人 他對你 他一看到你的時候 他整個心敞開來給你 是 很願意多聽你講幾句話 甚至他只是遠遠看到你的時候 他相信你的政治理念 他相信你會 你會帶他 比別人更能夠帶他走更遠的路 那這種時候呢 我的工作就是怎麼樣去協助 他的他想要走的這個政治理念呢 能夠嗜切的就是非常無形的表達在 別人一看到他的時候 甚至不必跟他握手 他已經相信他 不過申委員你沒有 你難道沒有就是說 他要跟你造型的時候 你難道沒有一些自己的堅持嗎 像那個張雅琴他說 我就堅持法拉頭 沒有 我完全相信專家 因為我認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是 那我想剛剛您所提到的就是說 難道他們不會有自己的堅持嗎 是的 每一個很成功的人 他都怕失去他的舞台跟掌聲 所以越成功的人他越堅持 越害怕 他可能說這個造型明明就很好 結果你突然幫我改了以後 對 萬一改失敗怎麼辦呢 這不是變成很大的 像李慶安他在那張照片裡面 對 您看到這一張 這一張是他在美國華盛頓當主播的時候 因為他覺得這個造型已經非常的好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形缺少靈氣 所以我希望他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初期呢 初期他沒有辦法去感受到 他其實可以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會沒有信心 那沒有信心的時候 我必須做給他看 所以張雅琴在他第一天剪掉頭髮的時候 我記得他當時幾乎哭出來 因為他在這個之前 我看到中國時報這個影劇版 已經有出來一篇專訪 就是說他是一個絕對的復法運動 就是說他絕對不能剪他的頭髮 那我當時看到我就知道他在警告我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人 因為我覺得我只要是為他好 而且他會變成非常的好的話 我一定要想辦法去說服他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想 當然有時候像沈立偉 像秀娟姐 他們是屬於 就是說比較沒有障礙 因為我們先成為朋友 還有沈立偉他在當時就是 很尊重你的想法 對 因為他當時他 他從來不化妝的 不過我打個岔好了 我打個岔好了 像你就是你的對手 乾脆就是在找他 這個魏老師有個好處就是說 做一件事情他不讓自己成為自己的 自己是個困擾者 同時他會尊重被他造型的人 他的另外一半的精神對手 就像我們一個廣告公司 同一個品牌不能接兩家一樣 這樣會這是一個職業道的問題 我老師在這邊蠻堅持的 他為了我推掉很多 真的 像我第二屆第三屆里 有人去找他 讓他都推掉了 等於台中他就不能再做別人了 只要是要選的人 不是說不能了 是說他會 他會主動武術 同樣的 如果說是跟他有那種直接的問題 直接會馬上會碰到的一些 比如說自相殘殺 我通常就是說除非我 可以把他們區隔得很開 否則我不會去就是說 讓我自己的作品跟自己的作品打仗 當然在媒體上面 也許很多人會看到說 同一個時段 很多節目通通是我的造型 但是那是因為他節目不同的風格 而且他有不同的戰場 他有不同的觀眾 那可是呢就是像神力偉 我覺得他以前 當然今天他的信心我非常感謝他 那我記得我也曾經有一次他問我說 某某人是不是你幫他呢 也許他在看 我自己常常會碰到這樣的情形 譬如說某些人最近改變呢 他們會問我說 魏老師是不是他們到你公司來了 那我想這個是 這個默契是長期培養的 所以為什麼說我一開始在接案子的時候 甚至我想神力偉也有常常接到 就是他的助理會接到我的電話 如果我覺得最近我聽到一些風聲 我覺得不利於神力偉 那我為了要保護我所包裝的對象 我一定會跟他講 你要注意你的某些的言談舉止 或者說某些誤會 不過這個我們等一下就要來 請各位再吃我這個鳳梨子 鳳梨加柳城的鳳城汁 鳳城汁 等一下我要跟你談這個曾文慧女士 我們有發現說他有很大的改變 是不是這樣 是 沒錯 我們也看到 對 他可憐自己 他可憐自己 來吧 二二零零一副社區電台 各位 我們這裡 你這個 最近你有看過總統夫人嗎 最近有看過 可是我很驚訝 是 你們總統夫人 真的很像第一夫人現在 對 以前看到副總統的時候 慫慫這樣 好 你有講啦 兩邊啦 不是慫啦 就是覺得說他的裝著 穿著打扮 跟副總統夫人的這種身分 是不是可以再提升一點 那個包括他的衣服配件 還有他的髮型跟他的化妝 我有這種想法 但是我們不好意思說 後來我看他怎麼突然 就變了一個型 我內心就在偷偷在想 會不會又是魏老師的節奏 一打聽 果真如此 是 那時候我們知道這個 好像那時候在精華的底下 那時候我也去找你 說奇怪 這個精華變化很多 不過你也感覺 你感覺那個 我感覺他變了很多 他變了好多 真的很多 那整個其實是我們曾文慧女士 他的人在經過一定歷練之後 他自然從內心產生出來 那個氣質會出來 不過那個氣質如果經過造型的 給他雕琢 或者是說給他包裝之後 他整個氣質會顯現得 非常有符合他的身分地位 他那個從 因為我看過他 從台北市長夫人 到省長夫人我看過 到副總統夫人我都看過 我過去採訪新聞 到他變總統夫人 這段我都看過 那每一個階段 不同的夫人 他的心裡的跟聲 跟表現的外在的是不太一樣 到了副總統夫人的時候 應該要那種 那種官夫人那種 副總統夫人的味道出來 他那個感覺已經出來了 就是那個 怎麼把它包裝出來 還沒有出來 可是到後半段的時候 我發現他慢慢地改 他也不是一下地改過來 他逐漸地在 奇怪 造型上那個化妝 髮型慢慢變 到後來我覺得他 最具代表作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總統競選的時候 他因為那時候 他常常出來公眾的時候 他出來整個服裝造型 完全不一樣 而且也顯現在他自己的自信上 他的講話上就非常有自信了 然後那個連舉手投足的這個動作 就覺得第一夫人她當之無愧了 跟他我們以前看到的人 真是差了很多 差很多 那朱教授的感受 我是也是公眾場所裡面看他 有一次他在外面演講 我們剛好也在那邊聽 他非常的 非常的 就是你所謂的像個第一夫人 穿著淡雅大方 這才也算是亮麗 這個都是很整潔給人家感覺 清新 然後就是說演講的時候 他也非常得體 就是說長短 時鐘 我們也覺得大概是 我們不能不知道是 魏老師可能是我只是想 經過什麼高人指點 你沒有晚上打個電話問他說 我有啊 不過我實在是早就知道了 那個 總統夫人在魏老師面 我早就知道了 我已經知道 所以那個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機緣的這個總統夫人找到 其實夫人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她非常認真就是說 在隨著我們總統她的這個 整個她政治的這個往上走的時候 夫人 她是我見到非常少見的一個就是 非常本分 那然後對自己本身就是說 她非常在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不這一點我真的是 真的是我們所了解的這個總統夫人 其實她是一個很典型的 我們台灣以前那種 農村婦女 她錢有的話就是買這個黃金 然後或是存在銀行 可是典型是這種女性 然後穿著也其實是很典型的這種 變成不一樣 那夫人本身呢 我自己 我自己呢 因為我當時 我曾經在一本檔外雜誌看到 您寫 寫她 那然後甚至就是說 在那個文章裡面也有寫到 你要到我的辦公室去採訪我 因為 不是黨外雜誌的 是政論雜誌的 現在還有黨家已經沒有黨外雜誌 那然後這裡面有寫到就是說 可能有評論 因為也許你們以為我是非常昂貴的專家 那第一家庭是不是找非常昂貴的對象 那事實上在這裡我要這個 我要這個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說如果一般造型要不要花很多的錢 然後要不要穿名牌的服飾 要不要 就是說在你們的這個設計下 在我的設計裡面 有一些如果說是我不想做的案子 我確實會拿非常高的價錢去嚇跑他 那我想沈立委他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曾經請一個政治人物 因為我覺得他形象不是非常好 被稱為金牛 那樣的人呢 我一定會說你先做這個社會公益幾百萬 之後我再來接你的case 我當然可以免費做這個case 那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形象包裝本身 就是我的工作必須是協助他成功 那因此我希望就是 從我幫他包裝開始 他整個人就真的能夠符合 我們所要去包裝的形象 而不是去騙人嘛 那因此呢 在這裡面我們回到話題就是說 我們的夫人呢其實他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事情 他其實會自己親自打理 譬如說髮型他會剪一個很方便的頭髮 但是他自己滿有美感的他會去吹 那在造型上面呢 我也是給他一些建議 那甚至就是說有些呢可能是在他以前一些比較重要的一個場合 譬如說我舉幾個例子來講 就是夫人以前他比如說他在婦聯會 或者說是我想一些外交官 跟這個中外使節的這樣子的聚會裡面 我們都知道夫人的個子比較嬌小 那表情都非常的和緩 但是有時候如果裝扮不小心會變成怎麼樣呢 一般我們部會首長的夫人都高頭大嘛 加上一些外交官一些國外的一些使節的夫人 個子都非常的高 那因此呢 夫人他以前這類的活動在這個 這個陽明山那個叫做圓山飯店 圓山飯店 圓山飯店他的這個天花板非常的高 那個燈光的聚光非常有限 因此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說我要協助他包裝 我一定要讓他整個人怎麼樣看起來比較顯 去克服他個子的缺點 或者說是想辦法讓他整個人 就像您所講 就是說夫人他一直都是 是一個非常本分而且他很謙虛 那但是這個有時候如果說掌握不得已的話 往往會去讓他自己變成一個弱勢 因為他非常注意這個進退有距 就是感覺是很傳統婦女耶 對 所以就是說在我想就是夫人呢 我不敢講說我幫助夫人多少 但是我給他的幾個建議是一個 我覺得夫人也非常的好學 那幾個建議 譬如說我認為夫人就是要撇開他以前 常常喜歡穿的一些小碎花的布布料 這是他自己從頭沒做法 而改成就是說因為他是第一夫人 而且夫人他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他自己本身養生有道他氣色相當好 那個是他同年齡的人所不能及 因此呢我給他建議就是說 他自己本身所穿的衣服 我希望他能夠改成比較粉的 比較嫩的 粉嫩粉嫩的很適合他那個年齡 而且可以做得非常的大氣 這個是一點 另外一點呢就是 因為我們的總統是非常 比較屬於時代感的 而且比較強勢的 而且在我們國家在屬於 這種外交的困境當中呢 總統本身他出來的樣子通常是 比較屬於知性之外呢 他又屬於比較時代感 而且比較強勢 因此夫人在跟他搭配的時候呢 我後來給他一些建議就是說 希望說他也多穿一些時裝的 就是說一些套裝 所以各位我想你大概可以常常看到 夫人出門的時候 為什麼呢為什麼穿套裝 原因就是讓他跟現在的時代能夠結合 還有就是說他整個的這個內涵 他能夠比較充分的展現 因為夫人他自己本身 是很好學的一個人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在圓山飯店 或者說我記得有一次 這個田中角榮夫人來 還有柴契爾夫人來 那夫人呢都會去反覆演練 他要講什麼話 或者說他怎麼樣去穿 那當然就是說在化妝上面 我有給人一些建議 就是甚至親自去教他 他五官要怎麼樣去把這個妝 能夠做得很好 所以呢夫人他自己 他本身就是說他也很好學 而且也學得非常的快 對 不過您剛剛講到這個李總統 其實李總統這個 就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他我們也去訪問過他穿西裝的 這些他的樣子 請誰裝起來請何款 他的一架子 標準一架子 真是標準一架子 沒有錯 但是我問他 那你在立法院看 看到那些男委員好像沒什麼造型嗎 這我就不知道 不過很多男委員還是很忠實穿著的 你覺得哪一些是比較有造型 像那個施明德的酒酒 你怎麼應付這種表情 施明德就是老實在弄的酒酒 我就問問他這酒酒是什麼 他代表這個男士的風度 紳士的風度 那你不以為然就是 那沒有你覺得這個造型形象 那你覺得呢 我們這個朱小姐你看到那個 我平常這樣 我在我也滿注意立法院的事情的 因為立法委員 我常常幫他們站台嘛 是 像沈志輝 我會跑台中去幫他站台 這個幫他站進去 他怎麼樣的表現 我當然要關心 對 所以我常常立法院的消息 有什麼新聞 我一定要看的 是 所以我看他們 平常講我站進去的人都不錯 你是誰嘛 我說南委員 你覺得比較像在立法院裡面 南委員那種造型比較有樣子 我覺得比較樣子好一點的是 我偏心一點講的話 慶華不錯 李慶華 你覺得怎麼樣 李慶華 他很自然 是 他也很大氣 不過李慶華以前在奧委會主席的時候 好像那個樣子怪怪的 是嗎 那個時候在孤獨 他爸爸不給他選的時候那個樣子 不得宠 不過好像你有跟他建議是吧 對 我有幫他做過一些建議 這一點我都不知道 是怎麼樣的建議 那他選錢還是選候 第一任選 選錢的包裝 還有就是說當時他開始活動 針對很多的採訪 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對 不過我知道就是說他的這個 他這個人的性格比較 比較幽默 風趣的 他講話是 他的心堂裡面最會講笑話的 對 對 所以這種比較幽默風趣的人 你覺得他是應該什麼樣的一個造型 會比較好 其實在我的經驗裡面就是說 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好 就是以一個現代人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講就EQ嘛 什麼叫EQ 就是說你能夠去適應環境 能夠去調適自己的角色 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那因此在我覺得 我覺得說男性女性好的包裝 他應該是非常有彈性的 就是說他能夠去面對每一個面 比如說有時候他可以非常的幽默 他看起來就是說可以非常的靈活 那有時候他甚至可以跟隨時跟年輕人在一起 都不會有代溝 那有時候他在談這個國家政論的時候 他也能夠就是去好好的就是 你對他的能力毫不懷疑 那因此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希望每一個人 他的型可以有很多種 很多種不同的型態之下 譬如說漁夫您從 你有經過設計一下比較好 你嫌我是吧 我不嫌你 你嫌我 你已經夠漂亮了 我們在設計一下 我們等一下看看我怎麼要來改造型 說到自己就稍微提一下 來 幾位美女要在我做Bartender Bartender 這麼好的Bartender 這個是FM2 謝謝 好 剛剛這個 我們這個朱小姐對我的這個造型 實在是很滿意 很滿意嗎 你不是在嫌我嗎 是的 可能你在漫畫上面調侃別人嘛 所以我則難免要調侃你一下 其實你真是很好了 不過魏老師說不定對您還有更好的意思 更上層樓呢 不 因為我想我只有幾個比較內在層面的建議 在外在上就是說您可以換一個眼鏡 它是屬於比較書卷氣的眼鏡 因為我覺得您應該是一個非常好學的人 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政論 也就是說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可以看出你相當有理想 你想要去做一些 就是說一般人沒有去注意到的面 那從這些地方來看呢 就是說 我想下次如果說 我要給你建議的話呢 可能眼鏡上面我覺得要換 因為 如果說以 以男性的五官來講 你算是一個長得非常好的五官 那再加上 太開心了 等一下 陳華會要領多一點 開玩笑 那然後就是說 我想就是您是一個兼具多種角色的人 就是在很多的領域裡面 你都有所牽涉 甚至就是說我非常欣賞的一點就是說 你能夠很幽默的 用漫畫的方式 把一些很嚴肅的 或者說是一些比較低調的這個政治的情況 能夠把它表達得很好 所以換句話講呢 事實上能夠去變化那麼多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 就是說他應該是常常在看書 而且與時俱進的一個人 謝謝 謝謝 那給我一個感覺就是說 他一定可以從事政治 他畫那麼多的政治人物之後 他一定有政治的理想跟報復 對 政治上面的 下次恐怕說不定他要參加立法委員 我看有像嗎 沒有 那麼沒志氣 我要選總統 是 剛剛我覺得他下巴有點像總統 你看 圓圓方方的 你看 你看你還會看像 會看 會看 還有一點就是在肢體動作上面 可以放下 我講的是放下 佛家的放下 因為你有些地方 就是讓我感覺很care 就是可能你追求完美 但是可能到下一個階段 你可以反佛歸真 因為從你扮演的很多的角色裡面 事實上我想這個包裝對你來講 會是最適合 那我們怎麼樣把你內在層面的東西 就是說從服裝上面去表達 或者說從你的髮型 even從你的這個所戴的配件 比如說眼鏡 或者說服裝上面變化 各種不同的風格 我想這種就是 也許以後大家拭目以待 看你的變化 謝謝 非常謝謝 不過我們首先要找一個眼鏡的sponsor 我看一會兒來了一大堆的眼鏡 不過我們在講 其實我們的漫畫的 剛剛講的 您這種造型是抓一個人的造型 那我們漫畫事實上也抓人家造型 對 不過我們是把它的造型扭曲 扭動扭曲 把它的特色把它凸顯 是 這個也很重要 真的 那我的工作就是說 凸顯它的優點 那你的工作 可能有時候是凸顯它比較 你覺得很好玩的 很幽默的一面 那我想說 我覺得我們的工作是有共同之處 還是要抓 我們都必須比較敏感的去看到一些 可能別人看不到的 或者說不同的切入點 我打斷魏老師一句話 魏老師可以把一個人 變得完全人家不認識 像神智慧神委員這樣 你的漫畫是 一看就知道是誰 但是已經被我扭曲了 雖然扭曲了 可是一看還是知道 那個扭曲的是誰 這一點不大一樣 不過我下次不敢畫神委員 被他造型的這麼好 我把他扭曲 這是對他作品的這個侮辱 不過神委 我們老師講真的 就是說你已經 經過了跟這個 魏小姐這麼久的這樣一個討論 那你自己以後 以後你自己認為說 你的造型要繼續這樣子 或者說你要選台中市長 你的造型上 你自己認為 我會做調整 因為現階段 階段時間 我就是 嘗試著自己要去學習 因為我為了要 我在第一屆的時候 我請魏老師派專人來教我化妝 我以前從來不化妝了 所以請他教我化妝 那如果要上電視或者是說 要造型設計的時候 我還是回去找專家 那我又覺得現在開始要 做市長的準備工作的時候 我就要把相關對手的資料搜集好 然後重新給自己一個 造型上的定位 讓人家覺得說 出來的是一個有幹勁 然後又有讓人家幸福 因為女性要參與市長 民意代表跟首長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對 絕對是不一樣的 他要讓人家相信幸福 還有情和理 是 不過這個的確 你自己的造型是很重要的 不過像有些女孩子出門 也不點個菸汁 我太太如果不點一隻 我跟他講說 這樣會影響市容 完全有道理 不是 你這樣子 你都看那麼多的這樣的人物 一個人造型對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也寫過 描述過這麼多人物 他們都跟他們共同 其實我們三個人都有共同點 我在文字裡面的時候 也會抓一個人的重點 比方說我如果寫漁夫 人家會一看 這不就是漁夫嗎 其實我把你名字都改了 可是你的那個動作 小動作我都記得 還有我的小秘密 你也寫出來的是吧 小秘密要你提供 比方說你剛剛那個手 插在口袋裡的那個小動作 我只要一寫 人家一看就知道 這是漁夫嘛 所以在描述這些人 描述人物的時候 也是相當抓那個重點 所以你跟他這樣交往就有 我們兩個人合作無間 他跟我造外型 他有的時候也請我去做他的講師 他說他對內在美非常重視 除了他的造型之外 他有很多的講習的課程 比方說經常有 我常常被定了 說你哪一天哪一天 不能到什麼 到我這兒來演講 那我就不管怎麼樣 連出國都不去了 需要留下來 把這場演講講完 那我下次也可以來一個講座 是如何把人扭曲 做出他的造型以後 又把他扭曲 您在做了這麼多 這麼久的這樣一個造型 你現在目前為止做了這麼多這些人 那麼你跟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 還保持著 有沒有那種給你做了以後 就是說 你給我做得不好 怎麼樣 有沒有這樣子 我的作品通常都跟我是長年的關係 就是說 我想你看過我很多的作品 到現在就是都是長期下來 我想最主要就是說 一個好的形象包裝師 他一定要有感同身受 然後一定要愛他的作品 那如果他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他自然就是對方非常要好的朋友 可能有很多別人不了解的地方 那因為你了解 那你能夠去協助他做得非常的武裝 而且做得更好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想我想我身邊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朋友 沒有那種到後來說 你根本就給我做得不對的 沒有那種嗎 會有些時候就是說 譬如說我剛剛有談到一半就是 李清安他本來覺得說 他眼睛化妝應該很濃 因為他在國外習慣這樣子 但是後來我把他修改以後呢 他覺得他不習慣我幫他改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種狀況很容易就 就好了 什麼原因呢 因為很多人會告訴他 你這樣比較好 或者說清安是跟我講 他媽媽跟他講說他那樣更好 所以他後來就是說 比如說他一個十幾年來的習慣動作 那之後他自己覺得說 突然有一天他回復到 我覺得他應該要有的樣子 他可能有一段時間的適應 但這個適應他很容易 因為內外在會互動 別人看到的話 會給他一個中肯的感覺 那這種中肯的感覺 也許看到他的人不見得非常的 對造型很內行 但是他有感覺 那那種感覺通常會很明白的 會讓他接受 因為很多身邊的人講多了 自然你這個人就會覺得 我現在越來越好 我越來越棒 我非常的好看 那我想這個跟他自己本身 跟對你的這個依賴性 甚至跟你的這個交情 友情都會這個時候越來越好 是 這個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沈文言 就是你如果為了配合他的造型 你要不要 比如說第一個 你要不要花很多錢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不要改變你自己的 像你有一些動作 你要不要為了適應他 然後甚至把你生活習慣改了 要不要這樣 當然不至於這麼嚴重 因為我第一屆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去找魏老師的時候 他這個認同我的理念之後 他就是幫我在設計上面 他說當作我給你的助選 贊助經費一樣 你要花這筆錢 我把這筆錢 就算是捐給你 當你的助選經費 來支持我 這樣達成我的理念 所以長期講 我們都維持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 那再繼續持續的這個造型跟設計 然後跟我上電視 因為我在華視主持的 早安期間主持的三年多 每一次都到那邊去造型跟設計跟化妝 他給我一個 就是說非常合理的一個 我負擔得起的一個這樣的付費 然後同時我的衣服 有些時候 我會把我要挑的衣服帶給他看 或是我老師出國會幫我帶回來 那我相信這些都是給我很大的幫助 不是說一定要明細名牌 我很少看他給我買到什麼名牌 什麼之類的 他就適合我的顏色色調跟我的樣式 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 是沈志惠委員 那在這個 您的這個造型底下 我看台中市長是大概沒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 除非這個上面的人 是Q 蜆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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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蜆 好,來,今天我們非常謝謝三位 非常謝謝 等一下給我們留一個名片留在上面 來,謝謝 來,祝你這個高票當選了 謝謝 祝我們大家成功 謝謝 我們三個都一樣 對 在裡面放了粉圖 我沒有騙你 等一下你可以不要回去 來,先給我們留一個名片 好 可以隨便